当你注册成为选民了之后 就这些事情你全部都搞定了之后 那么在初选的这个过程中 你要怎么投票 你到底如何选择 你要投给谁 还有在没拿到选票之前 你怎么知道你这次投票 到底要投给哪些人 要投给哪些职位 如何来预览自己的选票 那除了民主党之外呢 你在选票上还会看到另外一个 就是共和党这样的选项 那你说只要是共和党的人 他们就全部都OK吗 当然也不是这个样子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 共和党里也是有人会支持这些东西的 所以你在选票上会看到呢 这些民主党人 他们的名字旁边都有个括号 那个括号里面写个D 写D的这个就是民主党人 那这些人就完全不会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 那之后呢 我们就要考虑说 共和党人 共和党人呢 就是一个名字旁边括号里面写个R 那写个R这个呢 就是共和党人 那在共和党人当中呢 我们要怎么在这些人里面 扒拉扒拉出来 就是说 这个初选里面就五六七八个人 竞选这一个职位 就是我怎么在这些共和党人里面 挑出来那一位是OK的呢 就像我们讲了 党派其实并不能代表每一个人 他全部的强法 也就是说 他说他是共和党 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 perfect 就是完全完美的人 并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介绍几个 就是我们会如何使用哪一些标准来判断 就是在初选里面 众多的共和党人里面 我们要怎么去给他们投票 那第一个呢 就是保护上帝赐给我们的权利 而非政府 遵守 The law of nature and nature's guide OK 自然法则和自然之上帝的法则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什么是人给的法律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立法委员 在那边弄了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是什么意思 那东西就是你是属于他们控制下面的 你是要遵从他们立出来的法律的 你是要遵从他们的 而nature's guide 自然之上帝的法则 就是神给我们的法律 神给我们的人权 这些是什么 全部都写在我们的宪法 还有人权法案上面 我们是人 我们有责任要来管好我们的人生 我们有义务要来遵守神的法律 我们有义务要在这个世界上做炎做光 这一点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了解的 你就算不是基督徒 你也希望你有神给的律法 而不是政府给的法律 因为政府给的法律是可以随时改变的 我们就拿婚姻这个制度来讲好了 婚姻原本是神的制度 一男一女 很简单 没有任何的意义 大家都知道 一男一女 老婆老公 结果你如果说把这个制度交给政府之后 如果说我们投票说 从此以后 婚姻这个制度不是上帝说的 不是神说的 这不是这个圣经里面的制度 而是政府制定的制度的时候 政府就可以把这个制度改成乱七八糟的样子 你可以跟你的狗结婚 你可以跟你的猫结婚 你可以跟你自己结婚 你可以跟一个什么 日本那个什么初音那个娃娃在那边结婚 所以说当我们守护法律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我们要 我们的这些候选人守护的是什么法律 那个Daniel Mercury他讲的非常好 他当州长的话 他守护的是神给我们的自由 是神给我们的人权 而不是什么法律上面写什么 人权法案各方面这些东西 他要保护的是神的律法 这个样子他才不会变 因为你只要是政府制定的法律的话 就会变来变去 就会乱七八糟 所以说我们要非常清楚的了解这一点 对就像我今天上网还看到一句话 就是创造三权分立 让制度那个人孟德斯鳩 他就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当然了 这个就是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些话 非常非常有道理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人制定的法律 人可以制定法律 但是人制定的法律 必须要在上帝的法则之下 也就是说人可以制定法律 对吧 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社区里面 然后怎么样 但是我们制定的法律 必须要符合上帝的公义 也就是说人制定的法律 不可以 而且也没有权利 去违反上帝的律法 我们不能够制造违反上帝律法的法律 我们的一切的法律 都要在上帝的法则之下 我们去规定这样的一个法律 这样出来的这个法律 如果说你是遵从上帝的律法 这样立出来的法律 就不会伤害到其他的人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 包括我们的立法委员 他们是完全去嘲笑上帝的存在 他们完全去否认上帝的存在 他们完全就是不想要被上帝的律法 挟管 所以他们去列了一大堆法律 然后这个法律就像你讲的 变来变去 今天一堆人同意 就是我们通过了 然后过两天就说 我又不通过了 我又收回 或者我要改 我改成这样改成那 上帝的花安定在天 永远都不会改变 人呢 只要这个人任期下雨了 再换一个人上来 哪怕他就在他任期之内 他这个同样的东西 都会变来变去了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要维护的 或者是我们需要 出来代表我们的人 是让他能够维护上帝的法则 上帝的法则 赐给我们的自由 因为在这里面 我们才有真的自由啊 政府如果冒充上帝 这样的一个角色 说我给你自由 不是 他给你的绝对不是自由 而是辖制 好那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要看 这个候选人他怎样 他是不是遵守 并且维护美国的宪法 美国宪法是改变世界的一套宪法 从美国立宪开始之后 现在之后是每一个国家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开始 不管是君主立宪 还是各方面 反正就是立宪制 这个东西就出现在 这个世界上面 所以宪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遵守宪法 民主党也说他们遵守宪法 共和党也说他们遵守宪法 但是他们每一个解释宪法的方式都不一样 他们把宪法当成是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章节 然后呢觉得说 哎我这个天上是什么意思 这个天上是什么意思 婚姻一复一情 但是这个跟这个人权好像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们要知道就是 他们不但是要维护美国的宪法 他们不但是要了解美国的宪法 而且他们还要知道 宪法背后是什么意思 他们不可以随便的扭曲宪法里面的内容 包括我们最常听到的这个 政教分离 OK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然后呢很多人会说 这是在宪法里面的 其实根本就不在宪法里面 宪法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一段字 但是很多的人会觉得说 哎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美 总之 我们要知道这些代表我们去国会的 去州议会的 这些共和党的人 他们是了解美国的宪法 然后他们是爱宪法 然后他们守护宪法 是有目标的 因为宪法的目的是什么 宪法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政府 而是要缩小政府的规模 然后来保护人民的自由 还有人民的主权 还有人民的独立 宪法是要创造刚强的美国人 而不是一堆懒散 然后需要政府当妈妈的 政府当保姆的那些美国人 所以说守护美国宪法 大家都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 建造刚强的美国的那些人 而不是想要让人越变越软弱 然后呢警察越来越没有力 但是又有很多警察在那边管理的 那个一个名义代表 对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挑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他会支持限制政府的权力过大 而且反对政府浪费纳税金 就像说去建立这些吸毒所 让那些人就是一直去吸毒 然后在那里就吸到死掉 或者是用人民的纳税金 去建堕胎诊所 就是等等等等了 反正就是用纳税金 就不是America first 就这么说吧 就是说你如果这个纳税金 是真的用来建造美国 然后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That's good That's okay 但是如果说你拿这个钱 然后打着仗的名义 其实是去做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这个人一定要反对政府 这样去浪费纳税金 而且还有就是他一定要反对 政府的权力过大 其实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共和党人 就是被大家称为是Ryno的 这一部分人吧 其实他们是会支持大政府的 我们在上一次的选举 2022年的时候 我们有采访过一个国会议员候选人 那当然后来我们选择 没有去播那一集节目 因为播出来的话 就会让大家误会说 我们是不是在帮他背书 或者帮他宣传 那当时呢 那个人来录过这一次节目之后 我们在节目里面录的时候 就有聊到说政府权力的问题 那他嘴上是说说 我支持小政府 但是他支持说 用政府的权力去盖各种各样的机构 然后扩大各种各样的机构 然后让政府盖一堆什么那种工厂 工厂 在学校旁边 对 然后呢 学生放学了 毕业了之后 就直接到那个工厂里面上班 然后就直接这样子过去 无限接轨这个样子 那政府可以能力分班 对不对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什么样的人 政府 我们现在政府需要什么东西 我们就人民就往那个方向去吧 讲这样的东西 大家没听过吗 对 就所以 就他嘴巴上是说呀 他说我是支持小政府 可是他 你在一听他说这个事 他支持的爱电 不是 他是福尔大政府 对 然后他那个时候 我最不能接受 就是我一问他持枪权这个东西 他说我支持持枪权 然后持枪权很重要 我们是美国人 但是 有些什么 AR-15啊 这种什么military weapon 平民就不要有 这种东西 这种枪啊 政府有就好了 我那个时候我就 你那时候在吗 在 脸就黑了 拿我的脸 你是谁啊 你来干嘛的 拿我枪 滚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候选人 他是一定要反对堕胎 然后支持一男一女婚姻 很多人就想说 哎呀 金苏怎么没完没了了 怎么还在讨论这个堕胎的问题 Rovie 不都已经推翻了吗 但是你会一直看到 这个问题在 今年的大选里面 他还是 一个基本上是最热门的话题 而且不仅仅是最热门的话题 而且是你会看到民主党人 想要一直翻牌的 这样一个事情 Rovie被推翻了 他以后可能有第二个Rovie的 然后也有可能用 其他各种各样的法案 反正他们就是 不会停止 一直去尝试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 不管我们选的是 国家的啦 就是说 国会议员级别的 这种联邦级别的官员 也好 或者是州的地方的 这样的人 他必须必须要 非常坚定的 这样一个立场 就是他反对堕胎 他是支持生命的 而且要支持 一男一女婚姻的 那如果你要说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 就是 反对堕胎这个事情 是非常非常容易理解 因为圣经里面 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不能够 流无辜人的血 那在诗篇139篇 13到16节 在这里也讲到说 一个这个未出生的婴儿 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腹毙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 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策上了 所以圣经里面 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 神对每一个 他创造的生命 都有他的命定和安排 还有护照 哪怕这个胎儿 我们都还不知道 有的女人都还不知道 自己怀孕了的时候 神就说 他已经把这个婴儿的名字 写在他的册上 而且他已经看到 而且已经为他 锁定了他的日子 所以从圣经的角度 从基督的角度 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支持 生命权的这件事情 感谢观看